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已经离境省份受到清盆大雨袭击 周二半个城市成为水乡泽国 直到周三为止有超过24万元撤离到高处或是避难所避难 连续10天的降雨已经造成53人死亡 为3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周三8月8号为止 仍然有数千灾民正在寻求撤离中心的庇护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邻境省份受到清盆大雨袭击 大水瘫痪学校、国会、法院 超过24万人撤离到高处或避难所躲避 菲律宾马尼拉东边的黎沙省卡因塔镇 因附近河流溢水造成淹水达三公尺深 据菲律宾官员表示 黎沙省有超过八成的区域全泡在水里面 居民都被撤到室内篮球场及公立学校内避难 在菲律宾连续十天的降雨已经导致53人死亡 为三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气象局表示 自周一稍晚至周二所下的季节雨量大约300毫米 为平常降雨量的三倍左右 是三年来最大的降雨量 气象局警告可能会带来山洪及土石流 在未来会有更多的降雨出现 尤其是菲律宾的西北部 新唐人记者吉米李王综合报导